张韶涵上节目美出新境界。 放大看却发现惊人巫婆手,网友崩溃,这不是公主小妹。 最近演艺事业从谷底一飞冲天的张韶涵。 在大陆算是超级火红的一线歌手。 最近上节目《我是歌手》。 一袭孔雀绿的长洋装真的美出新境界。 优雅的造型。 完美地衬托出她显系的身材。 歌声当然就不用再多讲啦。 大陆的网友纷纷叫她不老女神。 和当初演公主小妹的时候根本零差别。 但是当镜头一到她的手时。 网友都惊呆了。 许多网友纷纷看呆了。 但也有人反驳可能是因为灯光的关系。 找了几张手不入镜的照片。 是没有刚刚照片中的夸张。 但是明显看得出来关节处的皱褶比较明显。 而且纸节稍微偏大。 网络上有一句话说手就是女人的第二张脸。 你怎么看呢? 图片翻射自网络。 张韶韩,英文名,Angela Chen,1982年1月19日,出生于台湾桃园县中立市。 成长于台湾桃园,为险进华语乐坛这名女歌手、演员。 。 毕业于加拿大温斯顿丘吉尔中学。 1994年,张韶韩12岁时移民加拿大,15岁开始参加歌唱比赛。 。 1999年得到加拿大中广流行执行冠军后回台发展。 2002年演出偶像剧《MVP情人》,以演员身份出道,2003年主演《海豚湾恋人》走红。 2004年发行首张专辑《OVER THE RAINBOW》,以歌手身份出道。 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火炬首,2010年担任上海市博会代言人。 。 音乐方面,她两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,作品为《欧若拉》及《潘朵拉》。 代表曲包括《遗失的美好》、《欲言》、《欧若拉》、《快乐崇拜》、《隐形的翅膀》。 《梦里花》、《亲爱的那不是爱情》、《看得最远的地方》、《淋雨一直走等》。 其中隐形的翅膀与中国大陆引起广大回响,并成为2009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。 并于2007年翻拍同名电影,2015年翻拍同名电视剧。 2011年由新加坡歌手王力廷翻唱英文版《Invisible Wings》。 戏剧方面,她两度入围金中奖最佳女主角,作品为《爱莎十七》及《公主小妹》。 代表作包括MVP情人、海豚湾恋人、《爱莎十七》、《公主小妹》等。 2012年2月自行成立天海音乐,并担任音乐总监参与音乐制作。 2013年1月创立女鞋品牌Temptation Styles,担任老板及女鞋设计师。 2015年10月31日第三次巡回演唱会《纯粹世界巡回演唱会》正式开始。 2016年7月21日发行个人第九章专辑《全面沦陷》,并首度担任专辑制作人与MV导演。 参考来源。 参考来源。 参考来源。